那么如来众生有感 这个感不可死 什么叫感呢 用佛法来说呢 语言成熟了 什么叫语言成熟呢 能够接受佛陀的教会 佛实行教导他 他能信 他能理解 他能依教修行 这个条件只要一具足 不管他动不动念头 他动念头 我想学佛那当然这个感应非常快速 他不动念头 我自己没想到 没想的时候 佛就知道了 为什么呢 你不是不动念头 念头动了 念头太微细了 你不知道啊 你看看弥勒菩萨所讲的 要是用一秒钟 咱们五次弹指的时候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的 那个不动 你自己怎么会知道 不知道啊 可是 这个信息 佛收到 收到了 佛收到 他就来了 他就现身跟你说 所以要晓得 这是佛 无尽的慈悲 佛师门中 不屑一人 千真万确 一点都不讲了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 你只要一想 我真想学 他就真来了 他就真帮助你了 那这个里头有业障习气关系 业障习气重 是来干来了 干来怎么样呢 佛实现的不同的身份 应以什么身份得度 他就实现什么身份 他们有一定的 这个形象 来跟你说 你听了 半信半信 似懂非懂 这种人占绝大多数 应该可以说 十之七八 都是这样的 佛学不学下 不学这些 我帮你加强 慢慢加强 给你在一起 混个十年二十年 慢慢的 从 半信半信 就变成全信不宜了 变成慢慢变成 真的学习了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也成就了 这种状况之下 佛来现的时候实现应神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到这个世界来投胎 实现跟我们大众一样 释迦牟尼佛的语言殊胜了 当年在印度亲近他的时候 就有几千人了 这个语言太殊胜了 但是你记住 不舍一人 一个人 你真发现佛都不舍弃 佛的恩德德拉 超过父母 而且佛对一切种生生世世 从来没有把你忘掉 无论你在哪一道 你在人道 在天道 在修罗道 在卧鬼道 在地狱道 通通照顾你 我们觉得我们背离了佛菩萨 佛菩萨没有背离我们 这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有的是讨厌佛菩萨 嗔恨佛菩萨 不相信他 说他是迷信 佛菩萨对我们慈悲照顾 从来没有见断过 等你哪一天明白了 神残愧心 哎呀 我以前所做的 真对不起佛菩萨 那世间人 人心无常都靠不住啊 只有佛菩萨靠得住 人家是真心对你 可是我们是有妄心对他 他不会怪我们 为什么 他对我们太了解了 那六道里头轮回太久了 习气太深了 疑心太重了 难以那么简单了 所以他不会舍弃 他来是讲经教学的